主题 大家的我是罪魁 日投赤炎炎 天气这么热 帽就说天气热 当然要来吃烧烤了 我们现在就来吃烧烤了 那這間香草店呢 非常的特別喔 它有生食級的玫瑰紅蝦 還有各式的深蒙海鮮 澎湖的冰捲肉類 那我們就進來吃看看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追蹤我的IG跟臉書 才不會錯過最新通知喔 走吧 我們已經就做了 看點都慢慢的上起了 那剛剛店員呢 那有教我們怎麼烤 像他剛剛烤的豬舞花啦 然後五谷的牛小孩啦 跟牛舌啦 它技術真的非常好 牛舌感覺就很厲害 來 吃看看 它牛舌是嫩的耶 香喔 它的技術真的不好啊 剛剛在那裡面吃到硬的 蜜蜜 蜜蜜 蜜蜜它第一次來是軟的 後面第二次來是蜜蜜 對啊 現在五谷雙醬牛小排 好嫩喔 阿天呢每一桌呢 會送一壺雞湯 我來喝看看 很濃耶 好好喝喔 聽說是老母雞雞湯啦 那因為可能熬煮的非常有限 所以一桌呢基本上是限定只有一股喔 如果是冬天的話 就更讚 豬五花 豬五花呢就是你想要吃油一點的話 就不要烤那麼乾 那烤乾一點的話 一定會比較香 像我又比較愛吃油的 吃看看吧 我剛剛有這樣美身材 就是你吃肉的時候 還可以再吃啊 你要煎小排喔 這個好嫩喔 好吃喔 很嫩很嫩 喔好吃 它本人長這樣了 很嫩 它的肉質是真的不錯的 澎湖冰捲 可是沒有2.5斤 好嫩喔 好嫩喔 它其實在有一點脆脆的口感 而且它嫩嫩的那個感覺 很不濕 加他們的小油醬對不對 你看看 好 想不懂味道又不一樣了 看你這個熟度剛剛好 我如果叫貓好的話 我跟你講 好 好像超微雜 我跟你說 男人都沒有X 誰烤喔 誰烤喔 熱野牛排 很嫩喔 欸怎麼算啊 我才不... 十怕服務費 結果他一直幫我烤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冰捲的頭 好香喔 它的炭呢 其實都還蠻強的喔 是用木炭來烤 那個味道會特別香 然後火力也很強 所以你其實不用太久了 肉就熟了 這是它的牛奶牡蠣 很大顆喔 很好吃很甜耶 很甜耶 好吃喔 可是我們現在的特色 我們現在獨家帶一個門擠子 如果說喜歡吃蝦膏 喜歡吃味道重一點的話 它就把蝦膏都加熱 生甜它就可以直接生吃 好 吃看看 那味道比較重 頭也可以生吃啦 頭可以 你生吃的話 它就不會那麼濃 比較不濃 比較不濃 這就是它的玫瑰紅蝦 那它的蝦頭啊 用烤的話 會比較香 蝦身呢 是可以生食的 我來吃看看 好甜喔 它是真的很甜啦 它這生食級的玫瑰紅蝦 真的很厲害 超甜 這是超甜的啦 有夠甜 這就是它的玫瑰紅蝦 阿娜味 你來看看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你看那個蝦膏 阿娘味 它口的蝦膏超多的啦 好吃 它玫瑰紅蝦的蝦頭喔 裡面 是有蝦紅跟蝦腦 好好吃喔 這是法國的海螺 那應該就是我們吃到的俄羅啦 它也很大顆喔 吃看看 那也沒有蝦欸 好香喔 然後就是它的白蝦 它已經先幫我們剝好殼了喔 所以吃看看吧 好吃 顏色很甜 欸重點是 它們海鮮都沒有腥味喔 這是它的天使紅蝦喔 你只要記得天使紅蝦不要烤太熟就好 因為烤太熟其實肉就會變得很粉 盡量不要烤太熟 它木炭的火真的很棒 因為火很大 烤得很快 所以要非常的注意 因為很快就會烤焦喔 剛剛店家 招待我們吃烏魚子 這個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放在烤網上烤喔 烤過的烏魚子 烤過的比較香 而且比較好吃耶 焦香味很濃 這是貓剛剛烤的藍鑽蝦 今天好可憐 我今天都自己剝蝦 今天自己剝蝦 藍鑽蝦 它的藍鑽蝦也好吃 可是白蝦比較脆 我個人比較喜歡吃白蝦 白蝦比較脆 然後藍鑽蝦的蝦味比較重 不是腥味喔 是蝦味 還不錯吃 這邊的冰卷是他們的招牌喔 那冰卷是真的好吃 鮑魚卵香腸 好燙喔 蠻好吃的 它那個鮑魚卵還是 好燙好好吃喔 好香 好啦 那我們肉類跟海� 都吃得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來烤貓愛吃的甜點吧 那烤甜點之前呢 他們先幫我們把裡面的燙火呢 減少一些 因為怕會太容易烤焦 所以幫我們把燙火減少一點 很貼心喔 那貓點的是泡芙跟麻糬 泡芙我會建議烤一下下就好了 不要烤太久 它也不會焦掉喔 這好好吃喔 這卡士達的 很好吃喔 你看裡面其實會很濃 好啦 我們現在把甜點也都吃完了 我們買個單到外面去做結尾吧 那邊見 我們吃飽出來啦 今天這間摺野燒肉呢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棒的喔 尤其是它的海鮮類啊 海鮮肉也是他們的強項吧 玫瑰紅蝦啊 澎湖冰捲啊 真的都非常棒 貓也是認為它的五骨牛小排 非常的好吃 還有蝦子的種類啊 其實非常的多喔 肉類啊 樂野牛排 跟雙醬五骨牛小排 一定要吃超級嫩的 貓說呢 它的牛舌啊 也是非常的Q彈喔 我剛剛試了一下 我跟你講 有機會呢 一定要來吃看看 那我們今天吃的價位呢 是999塊 我也建議你們呢 點這個價位來用餐囉 最後呢它的甜點呢 麻糬一定必烤嘛 小菠蘿泡芙也一定要吃 還有它的乳酪一口酥 也非常的棒喔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呢 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們還想看我吃什麼 或是開箱什麼餐廳 下面留言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追蹤我的臉書跟IG 才不會錯過最新通知喔 掰掰